各位学球乐的朋友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学球乐的网球教学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关注与订阅 或者是转发来支持我们学球乐的这个频道 我们本周的主题是 可以用打网球来减肥吗 这是我们未来学球乐减肥序列的第一集 我们在球场上常常看到一些球员职业的 或者是非职业的 通常他们身材都是比较瘦的 不管男女的身材都很好 他们是打球变瘦的吗 还是因为他是变瘦之后去打网球 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职业球员 比如说里纳跟我们亚洲的这些女的职业球手 他们都是身材是瘦的 他们的成绩才会这么好 在业余球场上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比较胖的人打球 他即使动作很灵活 但是他成绩不会太好 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 我们都会有胖的球员 但是职业上没有 在业余上就很多胖的球员 但是什么叫做理想的体重 或者是比较好的体重来打网球呢 也就是说我们BMI18.5到25是比较理想的体重 那什么叫做BMI呢 就是一种叫做体重的指数 那就是他的算法就是以公斤来算 除上身高以米来算的平方 譬如说170公分的人 他65公斤的话 他的BMI就是用65除上1.7 再除上1.7 然后呢 他的BMI就是22.49 那健康的BMI下限是18.5 换算成这个体重 就170公分的体重是53.5公斤 那上限是25 也就是说他的体重应该是72.3公斤 那不管是男或女都是同一个标准 有差不多20公斤的范围 女的轻一点 男的重一点 那170公分呢 如果他是80公斤 他得减到72公斤才合标准 那要燃烧多少卡洛里呢 要打多少网球才能做到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我们用1公斤 减1公斤来做例子 1公斤脂肪是7700卡洛里 那两个人拉球1小时 不认真打的话 是350到500卡洛里的消耗 也就是要打22小时 燃烧1公斤脂肪 那双打的话是430到630卡洛里 要打18小时才能燃烧1小时脂肪 那如果是单打的话 是575到775卡洛里 要打13个小时 那我们如果是散步1小时 是200卡洛里 燃烧200卡洛里 那要走39小时 才燃烧1公斤脂肪 所以运动来燃烧脂肪 是很慢的 那我们的结论就是 只靠打网球 不改变饮食 是很难减肥的 那打网球可以辅助减肥 那我以后会介绍 更多的如何饮食来减肥 那你只有体重标准的打网球胜率 才会高 那我们以后讲的这个 赛前的吃什么 还有平常要吃什么 就是我们未来几个减肥序列的 主要的内容 那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 请关注跟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你才会收到我们未来减肥序列的通知 那这样可以帮助您变得更健康 也能够帮助您在网球上取胜 谢谢